我一個兒子跟大家宣佈 我們在啤梨墳道的新室裡租了 如果大家知道我們是E室 我們租了C室 隔了中間的D室 我希望有一天如果D室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可以租過去 我們租過去就會好一點 我租過去的問題 我租過去在哪裏 當我們C室裝修好 我們投入服務之後 我們會搞開放日 到時大家終於有位置走 有時帶一點就帶一點 這樣有趣的 我們暫時的計劃 我們C室就會成為 我們一個全面性的多元化Studio 我們主要的節目 啤梨漫步 就會在我們的C室裡做直播 我們可能會有的飲食節目 也都會在C室裡 因為那裏原來是有來去水的 我不知道 可能在我們C室裡做的 我亦都打算在我們C室 Studio C 或者人家說到很冷靜 有幾個Studio 其實C室就叫做Studio C 那就是C室 我們亦都可能會做一次打火鍋的直播 OK 邀請朋友就未必了 我們自己都去打火鍋 即是我們Happy 你們B時那一隻 你就會叫老師 老師一按出去吃 我們可能會有些設定 那裏會做多方位不同的節目 大家期待已久的清琴或者情色節目 Anyway 就是坐在梳化裏做的節目 其實大家如果認識我們 我們一向以來 我們不是坐在桌子裏做節目 就像現在這樣 就是坐在梳化裏做節目 那些人說不如叫節目 叫星期五吃女 事實上這樣說 我們的同事 亦都剛剛成立了一間經理人公司 據我所知還簽了四個女模特兒 Anyway不要緊 既然有人可以有供應的話 事實上我們都見過她 經常上來幫忙的女生 問什麼都全部是從Uterpol 你要記住 其實網友要求很低 學整條 求人其有東西走出來就OK了 我們的經驗 但有些沒有 沒有些東西就玩清純 賤 賤 我們可能會有情色 或者稱謊訪談式的節目 也可能有飲食節目 最重要的是開放式 因為我們吸收的經驗 這個studio就是 真是一個studio的設計 我們可以在那裏做speech 甚至乎勁歌熱舞 熊順滅煙 代虎衛 那一支都可以 太棒了 因為我們可以用一個夜總會式的setting 好歌獻給你 不過我還想拿支咪出來唱歌 願你藏心裡 要震一下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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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在那裏做的 而我們 現在在這裏 當然要有些改裝 即我們後面 現在的back job 會全部變成窗門 通氣些 風水更加好 OK 會擺多些寫字桌 以及擺多些貨架 即將寫字樓和studio分開 其實他們距離都遠 我想要走三步 才可以到旁邊 不止三步 五步 我們也會換上電鎖 即是為了個人安全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有B室 即是B室就最好 這就是我們要和大家回報的發展 應該在11月中 我們收舖 連上裝修 我希望在聖誕前 就會搞一次開放日 大家可能上來買東西 吃東西 都可以的 因為以前我看到 開放日都搞得很過癮 那我就選擇開放日 尤其是 尤其是我們那裡的studio 是沒有傢俱的 譬如我們這張桌子 摺埋了 就是一個 empty space 一個吉位 我們可以放一些 怎樣說 其實如果我們肯 我現在給這樣的租金 我肯去觀塘 那些工業區 其實租大很多 但是現在始終是方便 大家旺角就方便很多 希望大家留意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啤梨晚報 啤梨頻道 新studio 我們會摘一個好日 招呼大家